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报道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说明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怎么会这样呢 不如让我们来看看这篇研究在讲什么吧 天啊 竟然有长达7页的内容 记者是要怎么把那么大量的研究内容 浓缩成一篇短短的新闻报道呢 所有的讯息都需要经过加工 记者从大量的内容挑出素材 经过删减 组合后 才能写成一篇新闻 所以一般看到的报道 都是一种在线后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 记者会选择强调某些部分 忽略某些部分 要强调的部分 还会挑选他觉得适合的画面 报道的方式 将这些片段组合起来 最后呈现的内容 隐含了很多记者自己的想法 一不小心这些讯息 就会与原本的事实有所出入 像刚刚看到的这几篇新闻 每一位作者都截取研究的不同部分 并针对他们想强调的重点下了一个标题 例如 宅男当心 研究 常打电玩失智风险增 这个标题 可能就是希望透过耸动的标题 吸引宅男的注意 增加新闻的点击率 再举一个例子 动作游戏相比超级马力 亦造成脑部不良影响 你觉得报纸逼下标题的方式 可能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呢 感觉记者使用耳熟能详的超级马力欧游戏作为关键字 可能也是为了引起话题 但实际上 超级马力欧只占了研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不适合当作文章的标题 那 到底哪个标题比较接近这篇研究的发现呢 根据我的分析 这篇论文只有研究爱打特定种类电玩 和不打电动的人 他们打电动时的策略和大脑活动 研究发现 这两群人在玩电动的时候 使用了不同的策略 也看到大脑的活化不太相同 研究中并没有真正去研究 这些区块和失智症或忧郁症的关联性 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 打特定电玩的人更容易得到这些疾病 可见上面新闻选择的重点 都偏离了真正的研究发现 这样看来 记者的立场真的很重要耶 如果报道的时候 记者用特定的观点来带风向 渐渐的 观众可能就会对于某些族群或行为 形成偏见或误解 为了避免大家对打电动的误解 就让我们来制作一部 破除迷思的影片吧 人类的大脑分成左右半球 每一个区块分工合作 不论是要让四肢灵活运动 或是可以思考说话 还有感受不同的情绪 不过啊 大脑的运作能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当人类要接收或处理特定刺激的时候 大脑的某些区域就可能改变 狐狸猫刚刚看到的新闻提到说 玩特定电玩时 会影响大脑中处理记忆 空间定位与情绪的区块 研究推论说啊 这些区块的发展 很可能会跟某些疾病有关 但事实上 这只是推测哦 不过啊 就出现了 风打电玩失智忧郁风险增 这个说法 我们要怎么样避免 让媒体强化我们的刻板印象呢 首先 对于不熟悉的内容 不要轻易下结论 看到某种说法和假设的时候 要多方检验资讯来源和可信度 例如参考不同新闻媒体的报导内容 第二 有意识地觉察新闻标题或讯息 对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懂得判断媒体讯息 是否对某一族群或事件 有既定的刻板印象 而产生贬义的评价 例如思考新闻会不会过于以偏概全 也许还有其他可能的观点 没有被呈现 如此一来就有机会了解事件的全貌哦